大家好 我是王晶晶 一名会计学博士 我们知道 一家企业要长期发展 必须使收入大于支出 从20企业账上的利润不断积累 资产不断增加 而我认识一个人 他对爱的付出不怕产生亏损 他就是我的博士生导师 李若珊教授 李老师70岁了 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审计学博士 作为一个审计人 李老师一辈子呕心沥血 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审计学人才 守护着国家的利益和民生安全 他常说审计 audit 常被称作看门人 这意味着忠诚 意味着奉献 而他自己也以身作则 是我们的好榜样 好标杆 李老师他爱讲台 知出全部热情 不藏私心 审计学课程非常难学 但他善于把枯燥的理论 用幽默的语言表述出来 把时代的鲜活 在真实的案例里头展示出来 他的课堂总是笑声振振 听课不再是负担和压力 而是享受和向往 李老师他爱学生 知出真金白银 不问回报 有个师兄家境贫困 脱家带口来上海读博 李老师把自己的房子倒腾出来 给学生全家住 博士读了多少年 房子就免费住了多久 有学生在上海买房碰到困难 他就把自己上海的房子 低价转让给他们 帮他们在上海扎根安家 学生们提到李老师 最爱说的词是感动和感恩 李老师是女生心中的男神 男生心中的山歌 在李老师的潜移默化下 今天我也成为一名讲师 三尺讲台一生所爱 责任所在动力之源 李老师教给我的 不光是审计学知识和理论 更有审计人的忠诚和奉献 他以行动教给我们 什么是真正的价值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我的导师李若珊老师的故事 谢谢 说到这个当年的时候 77年那时候恢复高考 你是共和国同龄人 那算起来那时候应该已经有 28岁 28岁 对 刚刚恢复高考 您当时报名了吗 因为我们当时是在文工团 所以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 当时在井冈山地区 在干南演出的时候 突然听说现在可以高考 只要你只要初中毕业工作 都可以参加 当然要需要单位批准 所以我们几个人就缠着 我们那个年轻的团长 我们要去报考什么 缠了半天 说同意你们报考了 但是他有个前提条件 第一呢 你还是要报自己的专业 还是要报文艺 对吧 而且呢 希望你读完书再回来 那当时只要给我们报考就可以了 所以就千辛万苦地通过电话 通过各种方式就报考上了 当时我记得报考的学校叫 江西宜村地区师班学校 艺术 那年你一举重地吗 考上了吗 哎呦 一到考场以后啊 拿到考卷就懵了 哎呀 这个题目怎么这么难 其实也是因为很长时间 也已经没有再学文化知识了 没有了 十几年我是看一些文艺书啊 看一些小说 但是很少去学习这种 专业的这种门科理科的一些书籍 所以呢 当时也考得很懵 记得考完以后 马上还要一考 一考现场了 人家一看 你问你几岁了 我说二十七八岁了 哎呀 你这么大年纪还来读吗 当时我带了几个 我教过的几个徒弟学生 他们才十六七岁 他们说这一考 这样的年龄就差不多 结果一考考下来 我的学生都考上了 就我都 实际上那时候 你是跟你的徒弟学生一块考的 一考去 就考完以后明路深山 那明路深山完了以后 还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啊 是的 当时女朋友有压力了 女朋友说 跟你谈了四五年恋爱了 你考一考不上 你也不喜欢那个 我们的张母娘也得着急了 说你考不上了你 你婚姻大事要办一办 那么结婚呢 我们也很简单 因为我们两个都上海之亲嘛 我就跟上海讲 我们在江西办了酒席 在江西就是什么 准备到上海办酒席 花了十块钱 就是当年结婚 花十块钱 就请个介绍人 所以就到上海结了个婚 所以就到上海结了个婚